驾 你怎么来了 什么叫我怎么来了 我弟弟满月 我这个做大红兄的 不应该来看看弟弟啊 先不飞 这个 是我托京城里 手艺最好的工匠 打造了一把长命锁 送给齐文 谢谢大殿下 我替启元谢过你了 拿着 那 李也送了 你可以走了 那不行 我还有重要的事没做呢 不是 先不飞 其实我今天 也是来向你提心的 还请您把蓁儿 许配给我 大殿下 你胡说什么呀 茗玉 你千万别听她瞎说 我瞎说 之前你是答应我的 你说 等贤母妃生完孩子以后 你就嫁给我 我 现在起源马上都过满月了 我当然要上门提心了 我什么时候答应过你啊 你想反悔是吧 不是 我 大殿下 你能垂爱蓁儿 我当然提她高兴了 只是 这嫁娶之事 可不是儿戏啊 自古以来都是父母之命 媒妁之言 你就这样 贸然地来跟我提亲 你说稳定啊 你看 我这一高兴啊 我忘了忘了 若不然 岂不是委屈了蓁儿 名不正 言不顺的 我是不会同意的 别啊 千万别 千万别 我呢 是万万不会委屈蓁儿的 这样 我现在啊 就回去找我的娘亲 让我的娘亲 向父皇请旨 把蓁儿封给我做侧妃 就这么说定了 不 先和辞了 茗玉 等着我啊 不是 等着我啊 大殿下 娇儿 等着我啊 你先等着我啊 茗玉 我 我没有 我知道 我当然不希望 你卷入这皇室后宫之中 我只想 让你找到 真正属于自己的幸福 你放心吧 这兰昭仪啊 肯定不会同意的 茗玉 其实 对我而言 最大的幸福 就是陪在你身边 至于其他的事 你就让我自己做主吧 你 你 说你要娶身份低微的宫女 做侧妃 不是跟您说了吗 凌蓁儿她不是身份低微的宫女 她是贤妃身边的近世女官 那又如何 那还不就是个 失事妃子身边的差事 说得不好听点 那就是冷宫里的人啊 博取凌蓁儿 跟贤妃是不是是没关系 当然有关系 现在整个宫里 谁不知道永宁殿跟官居殿 事成水火 你要娶永宁殿里的人 那就是跟贵妃作对 你跟贵妃作对 那就是跟太子 跟未来的皇上作对 我不答应 别说是侧妃了 就是个侍妾 对 那也不行 皇上 什么皇上 不就是一个 还没满周岁的奶娃娃吗 将来是不是皇上 还说不定呢 兰昭义姐姐 淑妃 你怎么来了 也不让人吃惠一生 我不过是闲来无事 过来找姐姐聊天罢了 淑妃娘娘来了 那你们好好聊 我先走了 反正那事 我自己已经决定了 你 你